这两个星期的英超也是所谓的写冬期 可能大家会奇怪,英超会写冬期吗? 其实没有几早期不止上季,好像早两季,数几季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它的写冬期是比较特别的 就不是像得甲那样,从圣诞前开始休息,休息了整个月才会再次踢 它们是一月的头两周左右,一月中 先是一个星期只剩10队球,即是5场联赛 其余10队球就休息了 结果这个星期,每个星期需要休息了 本来就写了 10队球 就再次踢款 但在上周踢了5场联赛的10队球就休息了 就是轮流吧,但继续继续续续续续为了比赛 正常英超比赛怎么会一样。也可以,所以不较? 所以今天星期的英超比较疏落 星期六晚上更加没有11点长的时段 只有8点半和1点半,即是头尾两轮 头场看着车路士,真是险性负咸 真是险性,负咸赢不到有点不值 然后在尾场,纽卡素就在圣尖市公园主场迎战晚城 这场球预计了应该是硬碰硬的 这场球上半场双方都比较快打快的 先开纪录就是晚城 在上半场的26分钟 首先这样说,应该说开球初段大约分半钟左右 纽卡素先把球放进网 当时是伊萨克,右边传球出来 朗斯达夫近门撞入 开球分半钟,纽卡素先开记录 接着看到旁正立即扯了 因为再看晚镜 伊萨克拿球的时间已经凸出来了 所以这个球炸糊 接着到7分钟 也因为这个球 因为分半钟这个球 令到曼城的门将 就受伤了 因为被自己有铲伤 基义博家回来的时候 一夜铲伤了 铲伤了膝头哥 尽量到7分钟都搞不定了 就要退下火线了 后备门将 奥迪奸就进来 接着先开记录那一队就完成了 26分钟 当时杜古在左边拿到球 很通透地转过来右手边 基义博家拿到 然后转转拿到 然后就推下去 右边传中 按第二个球 塞了博文的位置的贝拿道斯华 小禁区塞了博文的位置 后脚第一时间撞入 1比0 曼城先开记录 一个非常高质素的入球 但是 去到35分钟 34分多35分钟 接着不够10分钟后 扭卡数追平 当时一个反击的就是 古马雷斯中场拿到球之后 第一时间 直线迈利 刚刚好过了 古马雷斯很漂亮 伊萨克拿到 接着叫大伙 再去远柱 网仔进入 应声挂网进 1比1 这个球也很漂亮 古马雷斯的直线 比得很漂亮 很漂亮 无论在位置 落点的位置 和力量 刚好欠度的好处 再回1比1了 不够2分钟 大概90秒左右 之后 纽加素再到入球 又反超前 又是一个反击 当时 后场单搬直线上去 给25分钟 25分钟 25分钟 一路推 沿着左路一推 面对温浪 温对着基义获加 召回大位 找到条路 看看 刚刚承着基义获加 封不下条线 完全找到条路 让他射回远处 这样入网 2比1 反超前 上半场这样 纽加素领先 2比1 其实上半场三个球 都很高质素 也很漂亮 去到下半场 曼城 接着到中段时间 换入迪布尼 相远复出的迪布尼 果然立刻有效果出来 有效用 接着到 73分钟 当时落迪 截到球 给迪布尼 迪布尼 一直在中场 无人看管 一直推前 去到额眉鱼顶 接着就 数把脚 摊射 死角入网 尤其好像摆 准成度 又追回2比2 又是漂亮的 接着到保时阶段 曼城再次 凭着迪布尼 在大约30线左右 轻轻力忍受到 过头球进入禁区 刚刚落到另一个后备球员 挪威年轻小将 阿波 在脚下面 查比亚刚刚流一流 阿波一纳倒 再推过出型的杜巴卡 扭卡送门 接着射入空门 3比2 最终曼城3比2 险性扭卡数 顺利全取3分 这场球真是 几个入球都是高质的 5个入球 拿了3分之后 曼城20场13勝4和3负 43分 升上第二 2分落后 给同样20场 看了20场的绑修球队利物浦 好 马城又继续 他们一直以来 每一季的季尾真标 开始的模式 又来了 1分领先第三位的维拉 和3分领先第四位的阿仙奴 纽卡数 输球了 21场 9勝2和10负 29分 排第10位 近5场 纽卡数 即是近5场联赛 近6场联赛 纽卡数已经输足5场 1勝5负 而近4场联赛 已经4年败了 所以有传艾迪赫维的位置 也很糟 已经备受压力了 纽卡数现在29分 距离第四位的阿仙奴 有11分 还要多踢一场 就算距离第五位的热刺 也有10分 还要多踢一场 所以说要再切争 赚到欧洲赛的席位 难度也十分高了 那么就成赢了 这条影片之前 欢迎大家进来朋友 麻烦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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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帯 希望大家订阅也分享出去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完影片喜欢的麻烦按个赞 谢谢 无论是在手上的赞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正所谓全部做齐了 新间YouTube推播机会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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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就要做齐了 谢谢 还有就是 也会继续有录播节目 也会有直播节目 也是那句weekend 没事没干 如无意外 没什么都会继续 每个weekend都会有声音直播 和大家一起看球 今季继续英超为主 如果周中的话 还是要看起码 看时间 看状态 因为都挺晚的 还有 即是亚洲杯 今晚开始 一定会播 就是播香港队的三场分组赛 一定会播 你问我 当然是希望播更多 即是代表什么 即是香港可以晉级 对不对 今晚 亚联游队香港 一定会播 记得进来看 支持港队 闻别亚洲杯决赛周五十六年 再次进去 真是老实说 不是掌他人士气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下一次什么时候 人一世 一生人 有多好 真的随时没有什么机会 看到香港可以进入大赛决赛周 所以真的要看 这场球要看 飞不到卡塔尔 没办法 在电视机看 既然我们有电视机看 我们都会开直播的 记得进来看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次机会 一定要一起集气 支持港队对着亚联游 这场球 未来分终赛对伊朗和巴勒斯坦都会开直播 记得进来看 CR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share 做齐了 但多一句 无论是录播节目下面留 comment 还是直播节目 即是进来想和我 或者一班网友 吹吹吹吹吹 聊聊聊聊 也是那句义礼相当 互相尊重 这是老规矩 还有就是follow Patrick 网友的IG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他 下面视频简介里有连续 按进去也可以 索性上IG 打这个Patrick 网友的IG 然后follow他也可以 谢谢 看看双方阵容 这一场主队的索卡数 433 网友是杜巴卡 后方又有自助查比亚 队长的查比亚 亦都是赌哥 舒雅 博文 丹班 三个中场 朗斯塔夫 古马雷斯 和米利 前面三个 亚米朗 伊萨克 和艳哥 那边商 曼城排到4231 网友是艾达神 后方又有自助基尔获加 鲁本达亚仙 尼登奈基 和嘉维道 一队防冲的高华 射拍着洛迪 三个进攻中场 贝拿到斯华 科顿和杜古 正战头 用了艾华利斯 刘卡数那边 始终还有伤兵 草莲顿伤了 出不了 所以后备席那边 还有卡林威尔尔尔也伤了 出不了 所以后备席那边 相对地 纽卡数的阵容 人脚相对比较贫乏 可以叫即时战力 譬如有赫尔 车路士借账 马达列治 拿修斯 但都是后防球员多 也有大约数的年轻球员 曼城后备席有什么 塞尔高尼斯 马迪奥尔尔尼斯 区利斯 区利斯 最主要有什么 迪布尼 基里殊 这些在后备席后命了 KP 还有BOB 等等 这些球员 全场数据来说 万成一面左右 无论射门 控球 传球 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万成一面左右 亦可以说 赛前也预计得到 纽卡索也是看着防范 曼城一贯控球在脚 不断控制着场面 如何猜进去 如何制造攻势 这一场球 但战程又如何呢? 上半场 其实老实说 曼城的后防真是真正确的 后防 跌 首先 在开球分半中 那个炸弧 虽然纽卡索是先炸弧 只是伊萨克 预备在先的球不算 但其实是响起了警号 曼城防线响起了警号 这场球 纽卡索在反击方面 是越踢越有 特别上半场 越踢越有 他们真的不断尝试 去尖利曼城压上来 因为防线 打高位 压前 他们就打反击 前面又不是说没有快马 有的 是吧 你阿米朗也好 厌哥也好 甚至伊萨克都 全部都是 在跟你玩爆一段时间 是可以爆到的 好了 那么跟你玩 虽然说你曼城一向压前 很多时候都撞到越位 但纽卡索不断尝试如何突破你越位 他很多时候 真的 特别有杂 查比亚都会上来 有时 前面有一个真是处于越位 位置 你以为曼城 有时他不会突出 突出 你曼城的后卫 我都要看着 另外有一边又有一个后上 这样上来 让你可以分散到你曼城后防的注意力 即是完全分散你的兵力 你究竟看谁呢 这几样东西 其实去到上半场中段的时间 已经逐渐可以把柳卡索掌握到这东西了 特别把握到你曼城后防 左边那边 即是嘉华道和艾基都更好 也更好 即是回升那一刻都够快 但你看看右边 曼城右边 今场球 右闸基尔获加 又中坚 这两个是延续今季的跌架 越踢越跌 基尔获加近这两季都跌了不少 年纪大了 而且他本身的踢法也是靠体力和速度 而且始终伤痕多了 近期也受到了 要哭哭 偷吃给老婆 发现老婆叫离婚 那就要哭哭 不多不需要有些影响 老坟达亚斯才糟糕 跌得很厉害 刚刚来到的老坟达亚斯 早几年都还想着 可以啊 但越踢越没有 踢了两季左右 今季第三季 越踢越没有 这个老坟达亚斯搞什么 所以呢 来到现在 这个是 曼城今场球 特别在防守右路那边 就是常常被纽卡素在左边进攻 拿到 拿到甜头 其实你见到 纽卡素进入的两球球 就是欺负你这两个人 而已 而同时间 这两个人 真是老坟达亚斯都 转身慢不止 获加两球球 在封位那里封得不够 两个球 其实他可以 就算你不够追你在别人前面 你可以遮掩 一条线 你没有两个球 你都被人找到一条路 这样 虽然他射得漂亮 但是你是可以封到一条路线 所以今场球这两个球员是看得差的 也成为了曼城上半场 经常受制于纽卡素那些快速反击 好了 你说中场中前场 曼城在中前场那方面 今场球上半场都是尝试去压前去抢 也算是这样 算是踢得不太差 但是 某些球员 譬如杜古 还有就是 例如艾华利斯的狀态 和杜古特别杜古 杜古很多球 但真正有威胁不多 今场球对着密集阵地战 似乎不是很适合杜古 你可能说 杜古哪里说不行 但今场球表现不好 你看到很多时候 他拿着球的决定是差的 杜古的决定 而且很多时候明买明买 谁人都看到你 喂 头十分钟被你叫做仰两仰 那样仰过 十多分钟打后 我也知道你想怎样 不就又叫回大位 所以有几球 你见到上半场去到中后段的时间 查比亚直接不用动 知道杜古哪里 杜古哪里就杜到你的球 杜古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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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古完全是搞不定 若然不是有时候加马道后上擠上剌 你懂死得比较快 爱华里斯也很安静 很多时候回来做球 偏右堆 但做不到什么 但是 simple 反而 ADToCH 最好的是贝拿导师华 贝拿导师华 战时真的叫活弱 但有那些 只限于头先30分钟左右 到被人追回1-1后,甚至迅速返级后 贝勒德斯说上半场也准了很多 还有另一件事,中场方面的防守 洛迪又好,甚至高华射都很明显不夹 有时走的位置会撞在一起 防守方面似乎分工不算很清晰 去到后半段你想压前,想尽快在圆半场前修复失地 但是很多时不尖,令到防守力忽略了防守 纽加苏很多时一个直线头就劏穿了 这么容易,打反击 所以这件事也是哥迪奥娜想想的 高华射你买了回来,但是到现在都未融入到 道股也是踢法问题,还未开销 所以上半场你见到曼城就算多攻门,多控球 但就是没什么作为可言 好了,去到下半场 其实下半场,迪布尼未进来之前 即是迪布尼69分钟进来 在69分钟之前,曼城都是控球多,控制住 但是有威胁的攻门不算多 就算有都是偏向什么射球 猜到禁区都是没作为的 很多时不断地在外围猜 在外围猜,给你控球 但是有些老鼠拉龟的感觉 当然,某程度上你亦要多谢劳加苏 多谢艾迪河为,为什么? 因为艾迪河为消极 下半场很快就缩了,又再犯同一个错误 之前的错误 好了,结果给曼城慢慢猜 猜不成,不要紧 曼城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球星 有的是有级数的球员 迪布尼换进来 开始大家还在那里 为何换走贝拿导师 说不换走道股 不要紧,告诉你 迪布尼进来 就立即发挥到作用 也使得有些球员,譬如科顿 甚至乎是洛迪 解放了他们 让他们做回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不需要兼顾到太多些什么 反而发挥更好了 结果迪布尼首先 那个球这样被他换入了 2比2 接着尾尾 那个好左宫 接着绝杀3比2 这两球真的看到一个级数的表现 迪布尼说现在世界第一攻中 真的没有过予的 有级数的球员是如何? 就是在有限时间之内 就可以令到一对球起死回生 做一个救世主的角色 那已经是了 迪布尼正正告诉你 现在他的级数就是这样 老实说 迪布尼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都是一般的 这场球状态 刚刚双缘出来没多久 但是 是不是? 他不就是搞定了 就是跟着两脚球搞定了 迪布尼 你看看了多久 今季英超 第一场球 开罗战 看了30分钟左右 然后就双出了 一直到现在 到昨晚那场 踢了那二十多分钟 也不知道够不够半场 所以 迪布尼这个球员真是真是 当然了 纽卡素 倒为底调的了 你 只是迪布尼 你有什么理由 明知他有威胁 你这么轻松 被人在那些位置拿到球 你真的在三杂线位 被他拿到球 你没人看 第一个球这样 一路推没人来 那我就再看着角 就把他推进去 第二个球 又是没人来 看不看 还是怎么打进去 你纽卡素 又是值得 下半场 你艾迪赫为禁祖叔 这么消极踢法 你趁着个小 你领先有个小 你说上半场都还押着 下半场你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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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趁打落水狗 趁晚城 还乱一乱的时间 你可以吃住 你多拿一粒就难说了 迪布尼进来有下 进来也会浪费 至少你先拿回一分 现在不是 三分也没了 你说什么 还有 你完全没想过 你才前有阵容 你预计到 迪布尼是会进来的 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 他也会进来 即是会下场 你没想过是怎么踢过 你完全没有 你没有派专人去看他 你说马雷斯一早有黄牌 免得到黄牌和红牌 那就不要招呼他 那就是朗斯达夫 你够硬正 你用朗斯达夫去招呼他 但你又没有 你又没有 你米尼不够硬正 那就是朗斯达夫去做这些事情 和古马雷斯夹击 但你又没有 完全可以让他转身 体硬硬硬 再推进去也可以 这一场球 你真的看到艾迪赫维 那些临场调动 又是出事 然后在尾上谷的时间 谷不了 你91分钟这样失球 你还可以谷到多少 对不对 这场球后防 又不算太差 不过问题 查比亚的位置 查比亚的位置 查比亚近期的状态是一般的 这场球不是太差 上半场 但是你看到下半场 体力下降也挺快 也挺严重的 也挺严重的 其实这个位置 你是不是可以尝试 换多防守球员 可以帮一下他 就算不换他 可以直接换他 去到下半场 但你又不是 继续留在这里 还有你有一群球员虽质 你后备球员那群人的质素 是一般的 但是当你要多跑两部 跑狗 我相信你换个年轻人 进来做跑狗 塞一下位置 去抢中场 这些 不会做不到吧 但是你又不换人 哎呀 那你说什么 艾迪赫维 你又一次了 又一次了 你去到什么 你真的要去到86分钟 才换了赫尔 那可以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艾迪赫维 对着利物浦那场 已经有反战了 长期打多人家一角 领先人家一球 迟迟按不到第二个 然后被人连入两个 反胜 都不懂得吸收教训 难怪你现在都被受压力了 艾迪赫维是好 就是什么呢 帮你去建立了队球 由护级球队上到现在 至少叫中上游 但是你说要做真标 他未够班 他真的不够班 做真标 他顶了 就带你进去踢欧洲赛 就这么多了 唉 难道那时候真的要换领队 真是换领队 真是拭目以待 今场球真是两个 哥迪奥拿尼说 是不是有很多神跳动呢 就换领队 也没什么特别了 正常 但是你看到 艾迪赫维更出事 现在扭卡数 你说要踢欧洲赛 机会真的难道高了 真的难道高了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麻烦 放个赞和订阅 这条YouTube频道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收通知 正常来说的新节目 和Live 都会弹出来通知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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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